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AKSG朝底下扫的 也包括芝加哥 整个圣诞假期枪剑剑 什么一两百起的这种 大家都是习以为常 觉得没什么很正常 那么在俄勒冈出来一个事情 看下纽约时报报道说 1月1号终于是通过了 允许使用这种置换蘑菇 置换蘑菇也可以叫神奇蘑菇 在整个联邦的层面上还在斗争 但是在州的层面上 州不是可以自制吗 所以经常会出现 联邦层面上这个是非法的 但是州的层面上 你实际上可以使用的 这么一种美国特色的现象 在俄勒冈特别是两年以前 除罪化了 基本上市面上你能找到的 最流行的那些烈性毒品 全都除罪化 注意啊 这个不是合法化 文字游戏 什么叫除罪化 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你的使用 就把它你要形式起诉 抓到牢里去 要有这个犯罪记录 在美国犯罪记录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吧 很多职业都是你如果有犯罪记录的话 那么就不允许 或者在简历的时候 明面上不歧视 但实际上啊 我们这个技术水平 你还是不满足 或者我们已经招满了 有更胜任的人选 其实就是歧视 如果把他筛掉 那么除罪化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NPI的报道啊 是等于官方宣布了自尼克松 水门事件那位啊 50年来向毒品宣战 之后呢 可以宣告他当初向毒品宣战 现在是美国战败 当然美国人或许不认为这个是战败啊 就像跟塔利班的谈判一样的 原来说是向塔利班宣战 后来呢 官方跟塔利班宣布会谈 紧接着就宣布了自己跟塔利班的这个战争啊 已经获得了胜利 这个逻辑是这样的 我先跟谁宣布宣战 紧接着呢 我宣布我的敌人不存在 然后我就宣布我赢了 那么这回呢 对毒品宣战 尼克松当时美国人认为呢 是原来跟毒品宣战 现在宣布毒品的使用呢 除罪了 那我不是赢了吗 我可以单方面宣布我的敌人不存在了 敌人不存在我还不赢 大赢特赢 这是NPR的报道啊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 涉及多少烈性毒品 全都除对化了啊 看一下俄勒纲他地方的新闻啊 首先国家层面 NPR的报道口径 包括CNN的报道口径 都认为俄勒纲 能够除对化这些烈性毒品 那是开创性的 开创性不是个 怎么说呢 虽然听上去比较中性 但我个人觉得稍微偏褒异一点 我们看一下包括非常著名的海洛因 甲基安非他命 也就是冰毒 LSD CIA当初搞的 Oxcondo就是 另一个商品名Oxcondin 就是Oxcondin 所以说 涉及Oxcondin呢 就另外讲一句啊 这个Oxcondin这个药非常有名 就是麦肯西 什么咨询公司 帮药品公司 那么设计出来一套营销方案 去给全美所有的医生啊 药袋去巴结医生 医生喜欢什么呢 就送什么 医生喜欢他的爱好 比方说钓鱼 送钓干陪他钓 等等等等 为的是让医生见到所有病人 只要有任何让他不舒服的症状 都推销Oxcondin这个止疼药 并且呢 欺骗医生 说我们这个药 好多额量不会上瘾 其实他是会上瘾的 那么患者呢 越来越要求 不是上瘾吗 成瘾剂量越来越高 发现原来吃一片不行 现在得两片了 医生呢 人家买就多吃多吃 药袋跟他们说 多吃没关系 是吧 只要加大剂量 结果就呢 导致后面很多神经损伤啊 去自杀的 美国人大把 那么这个事呢 后来是美国法院判决 麦肯西啊 包括这个药企 都要赔钱 但是造成的影响 我们看在俄勒刚 现在选择的是呢 直接政府宣布 奥斯康定的使用 直接除罪化了 包括一系列的烈性毒品 那在这个禁毒的问题上呢 这一系列 置换的药物 或者说 干脆就是置换剂啊 迷幻药之类的 可以作为一些 烈性毒品的影子 也就是说 你从使用 止疼药开始 一步一步 慢慢的开始 接触 毒品 再一步一步的 慢慢接触 高级的 烈性 毒品 这点在我国很多 药物烂用 比方说 有一些咳嗽药水之类 也出现了大批的 成瘾食用人群 所以说呢 现在连海国英 冰毒之类 都出对话了 冰毒它在里面呢 还和别的这些LSD CAA搞出来 这些毒品呢 不一样 因为它是一个 群体性吸食 所以社会危害性很大 它不是一个人们 在家里自己吸 它一般情况下 要呼朋引伴 还要散兵 找些这个兵妹之类 聚众淫乱 在赌博之类 黄赌毒这三个部分家了 所以说冰毒这类危害很大的 都出对话了 目前涉及的鹅螺钢 又把这个奇幻蘑菇 也叫制幻蘑菇 也要进行食用了 那么这个蘑菇呢 长这个样子 叫做裸钙蘑菇 事实上这个蘑菇 和我们之前说的 美国国家公园 说美国人啊 你不要到国家公园里面 抓蝉雏 然后去舔蝉雏的毒线 蝉雏它的眼 后面有毒线 会分泌毒液 那个毒液呢 是之前美国的土著 主要就是原住民 他们做巫术仪式的时候 巫师为了接受 所谓上天 给他们传达的旨意 基本上呢 都要使用一些 奇奇怪怪的药 那么这些天然的置换剂 让人能够 所谓的接受上天的信息 这个事在现代呢 被美国人发现 像政府卖的毒品 假如是太贵的话 并且你向政府授权的 毒品店 它可能基本上都在城区吧 那我们知道美国人 有的你这个 住的比较远的 开车开两个多小时 你买 有可能还要给你限购 毕竟这么多人 都要赶着去买毒品 你买不了多少 符合不了你的需求 怎么办 所以说你还是要 像大自然身手啊 你必须要找 大自然中天然毒品 那么就有去舔蝉雏的 还有使用这个裸钙蘑菇的 反正这类的置换剂 像他们嘲讽俄罗斯人嘛 说他们喝不到酒 就会喝防冻液 一二醇喝死的 这些飞机防冻液之类 这是很多的 所以美国人呢 现在要使用我干蘑菇了 这个东西呢 纽约时报和CNN 报道的时候 是持一个正面态度的 原因是FDA等等啊 这个大学 也出了一些科研的研究 发现对于一些抑郁症啊 或者是PTSD的老兵们 他们假如通过 现有的治疗手段 不能缓解他们的焦虑症状 或者说狂躁症状的话 使用置换剂 有可能能够 舒缓他们的症状 理由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啊 因为就是给他们开启了 另外一扇感知的大门嘛 原来你只是日常生活中 你可能就这么多感觉 但其实人的感觉功能 能够感觉到的感觉 是要比你在生活中 感觉的感觉多的 换一个比喻来说 一辆汽车 假如最高能开到250 那平常我们知道在道路上限速 你开不到那么多 否则你要吃罚单 但是呢 你假如吃了这种疑患药 能让你感受到开到200 开到250的感觉 那其实跟你睁开一样 就像做梦一样 做梦的感觉很真实 是吧 醒过来 其实对你的生活 没什么影响 CNN和纽约时报就认为 这种裸钙蘑菇呢 合适的使用 会让老兵 或者患重度已知的 治疗方法 没法缓解他们症状的 抑郁症患者们 是他们治愈的福音 但是问题在哪里 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 这个难道就没有副作用吗 副作用是有的 副作用包括性唤起啊 包括可能的狂躁 就是有的人可能觉得 他们置患的感觉 是舒缓了他们平常的这个症状 有的人没觉得 反而更甚 怎么办呢 那他又谁来给他们负责 对不对 另外一个性唤起的问题 当然 很多人可能会argue 很多人认为 性唤起可能不是个副作用 可能甚至是 对吧 就像某一些功能药物 它本来设计是为了心脏功能的 后来发现副作用 它就是 提升了某些功能 后来这个药 干脆就把这个副作用 当作一个正作用来卖 结果大销特销 是吧 全世界也是风靡的这种药 大家都大赚特赚 另外一个方式呢 就美国历史证明 美国政府给社会开的一扇窗 最后总会变成一扇门 这个呢 在当初合法使用 医用使用大麻的时候 是这样的 就是说有一些 有的是神经衰弱 如此种种 医生给你开 后来呢 反正经过一些时间呢 最终就变成 大家都可以吸了 所以说现在 置换魔物啊 包括蝉除那个问题 蝉除也有观众提问说 假如这个东西原来是到处都有 后来被人发现说 这东西跟吸毒差不多 结果现在被美国民众 能搞成兵威的话 那么干嘛不人工养殖呢 对不对 人工养殖 政府一看有利可图 原来你们私下搞 私下搞 我收不到税啊 对不对 所以你们非法生意 搞这么大了 好歹我政府进来插一下 我能收点你的钱 对不对 反正说白了 我就签个字 给你发张执照的事 在实际意义上 这不就是一张纸吗 对不对 我拿一张纸 就换你这么多的税 何乐而不为呢 而且裸干蘑菇 它说到底 它是一种植物 对不对 蝉除它是动物啊 这还涉及动物权 以保护的问题 因为人类 现在研究呢 也没有能够明晰 你去舔蝉除的毒线 蝉除它有没有感情啊 是不是涉及蝉除的痛觉 你就把它的毒全部舔完了 会不会影响它的寿命啊 那么裸干蘑菇作为植物 动物保护者 对于动物伦理的担忧 很显然政府 企业 民间的舆论 就能进一步规避掉 这方面的风险 属于大营特营啊 好 那么这个是裸干蘑菇的问题啊 既然俄勒刚刚 已经开了这个先例 我们相信纽约也不远了 那么说到纽约呢 你俄勒刚刚现在把置换蘑菇 能够使用 我纽约自然也是不能落得下风的 先跟大家分享说 青春不在任的时候 看到这个疫情 是吧 导致纽约经济不好 急坏了呀 所以赶紧呢 大力推进黄祖毒都要合法化 1月1号 新年当前 纽约时报 头版报道 现在呢 可以在纽约合法的购买大麻了啊 在我国呢 是认定为毒品的 呃 我们看到很多人啊 嘻嘻哈哈的 非常开心 拍照留念 终于买到毒品了 门店里呢 人头传动 互相拥抱啊 仔细看了一看 没有戴 N95口罩了 对吧啊 戴了好像就是黑色的 这个普通的 制装口罩 可能就是棉的布的 它的防护效果呢 是一般的 所以这里呢 插一句提醒啊 各位不要觉得自己 好像戴了口罩 就是做了防护一样 在这样的密集场合呢 你如果不是在 N95级的这些防护口罩 普通的口罩 防护效果 哈哈哈哈 大家能明白吧 当然回过来说 你觉得市政府 是非常开心 发现呢 卖出去的牌照啊 是很值钱 并且呢 这些群众啊 基本上是当天就把 储存的毒品 全部购买一空 附近的这些商铺 也非常开心 因为你 嗑药嗑害了之后呢 你可能 附近的这个餐饮业啊 娱乐业啊 非法合法的 都得到了振兴 对于纽约的政府来说 黑道白道 反正你在我地界上消费 我就喜欢 那么在纽约地界上呢 另外一个有趣的事情啊 就是 在纽约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啊 纽约的有著名的 林泽徐的雕像啊 助力在美国的土地上 遥望远方 当初 老华人街的很多团体领袖 他们和时任纽约市长 这董王后来的律师 朱利安尼 又串起来了 你看是吧 跟他大吵特吵 说这个不行了 别人都可以立背立笑 凭什么代表我华人的文化 就不能立背立笑 你要说在时代广场之类的 是吧 你主力文化 只能立你们的人 那在华人街还不能立华人 是吧 后来大家知道BOM 甚至如果你不立华人的话 你搞不好要出现在华人街 你立黑人雕像 这涉及美国这种证义 我非常支持在美国大陆的任何地方 全立黑人雕像 但是呢 我们认为在华人街 应该有立华人塑像的权利 我只能讲到这样 省得到时候YouTube再给我限流 好 立了林泽徐的雕像之后呢 大家知道 林泽徐是怎样的一位伟人 我们硝烟 所有中国人都了解 海外的中华人女呢 有的了解 那么时隔多年啊 没想到最终呢 原来是输出毒品的这些国家 现在自己饱受毒品的危害 甚至跟毒品共存 跟毒品妥协了 纽约当地不少华人社区 在1月1号 纽约能够合法的买大麻之间问题上呢 他们自发的转发了林泽徐雕像的图片 并且跟身边的外国朋友呢 分享了林泽徐背后的故事 这个事儿 毒品是一方面啊 我想跟各位讲另外一个角度 很有意思 你不是当地人 你不知道 就是纽约不是在BOM运动间 有很大的群众活动吗 那么大家都知道 街上的购物活动啊 就比较繁荣的时候 自然就有一些非裔的团体 考虑到美国历史上 对非裔系统性的种族压迫啊 这一串字一个字都不能少的 要把很多不是非裔的雕像 塑像都砸掉 毁掉啊 其中被毁掉的包括这个林肯啊 之类 虽然他们认为说林肯是在南美战争期间呢 是所谓的解放了黑奴啊 黑奴 但是认为呢 那其实是妥协 其实没有解放 所有人如此 反正也要把林肯的雕像砸掉 林则徐的雕像砸还是不砸 其实一度啊 是一些非裔团体里讨论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 其实不是由于我们去跟他科普说 啊 这是虎门硝烟 这是跟中国人民跟毒品做斗争 这当初的鸦片战争的历史 我们也是反证明如此重重 其实比较有效 后来证明比较有效 但是非常令人哭笑不得的解决方案呢 是跟美国自己搞的文化输出 积极相关的 那就是富满洲这个形象啊 不了解的呢 富满洲是当初美国人杜撰出的一个形象啊 这个人呢 穿着打扮是美国人想象中 清朝人应该有的打扮 跟清朝人其实 他最后荧幕表现是不搭边的 他们想象中清朝人应该这么打扮啊 戴个大帽子 然后胡子板着脸 眼睛往上掉 现在很多对中国人的侮辱的文化的刻板印象 都是跟富满洲有关的 并且这个人的形象 爱好抓各种白人 特别是白人女性来玩弄 并且折磨做人体实验 相当于是被害妄想症 自己妄想出来一个清朝大臣的形象 把他丑化 然后把法西斯干的这件事 全部都安在这个人身上 那么这跟BIM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人的恶劣的文化形象 广泛影响的那一代和他们儿女的美国人 如果你跟他们解释鸦片战争 他们不了解 不学这个嘛 对吧 反制民的东西怎么会学啊 那本国的反制民都不教 找你外国的反制民 他不了解的话 那么你跟他讲 这其实是傅满洲的形象 傅满洲的最爱要什么 就是抓白人做实验 残害白人 那我们是非裔权力保护啊 我们要反对白人系统性 对非裔的种族压迫 那傅满洲起不成了正面形象 不行 那我们非裔权力团体 去弄傅满洲的人要想干嘛 逻辑的非常通顺 但是完全跟事实不相干 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在笑人战的时候 这样虚无的怪象 同样出现在我们自己的身边 最近风靡起 很奇怪 不知道怎么形容啊 对独销的崇拜 看一下在某些社交平台 出现了所谓独销的小迷妹 独销哥哥真深情 啦啦啦啦 并且呢 还有这个表白独销哥哥了 独销又帅又深情等等 这个普遍的表现的态度呢 就是只要去饰演独销的演员 或者独销本人 被这些人认为呢 是外表比较帅气 独销他本身职业的残忍 和对社会带来的危害 他们就可以不屑一顾 很明显的是 这样的内容能够流行起来 说明我们对于毒品危害 对于禁毒的宣传呢 应该加大力度 普及到更多的人群 我们再来说明显微不打算 我们可以这样的解释 如果我们在禁毒的宣传呢 就是像是有一个困难的